你當初出道的時候有家庭革命嗎? 家人是贊成的還是反對? 家人其實是反對的 反對的原因是因為在我出道之前 我家就是破產了 欠債欠到多少? 家裡要欠萬人? 我沒有講耶 我爸媽是沒有跟我講的 就是我們怎麼問 他說小孩子不要問啦 但我知道這中間 我們搬了14次家 破產是爸爸投資失敗的 對 因為其實我爸就是 早期算是股票玩得還不錯 對 我們家也因為 就是股票關係也是算還不錯 家境很不錯這樣 可能貪心吧 就是借了一筆錢 想說頭更大賺更多 但結果就是掉下去了 因為我覺得破產好像都有一個心態 就是我還可以在 你的工善在一起 對 所以沒有中斷他在 就是玩股票這些事情 但可能額度沒有那麼大 但我會覺得 請去找工作 因為好像他們在原本的地方 會有一點沒面子去工作 是 我說那你們全部給我搬去 你們陌生的地方 你們工作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吧 所以我才一個衝動下 買了房子 對 其實我買房子的動機是這個樣子 我一氣之下把我所有存款 拿去投付 投錢 所以我那時候存款是零 那時候買多少錢 呃 一千...一千四吧 還要一千四 那是房貸就是他們 沒有沒有 我們還是要付啊 那還是也是要幫忙 他們也有付一點點啦 但他們有去工作了 就是唯一值得慶幸是 他們去工作了 他們還有在補股票嗎 我得知是沒有啦 但如果偷偷... 但因為我已經有些 講明就是 如果現在 你在 有一個洞出現 我是不會補的 我會直接 離開 就是已經補太多洞了 因為就中間一直 一直出現一些新的洞 我會覺得到底 有完沒完呢 到底有完沒完 因為其實他們都會覺得說 啊你就演藝圈很多收入嘛 很多都會這樣看 但是想要告訴大家 真的沒有 你們想的那麼多 對 而且也不是那麼那麼的 一直都穩定 對啊 我們只是沒告訴你 我們很可憐的時候 最低潮是真的 從 接半個努力玩 以為可以出唱片 然後最後沒得出 就是那個心情落差 其實蠻大的 因為其實我的外型 我的聲音條件 不像是 現在傳統圈會喜歡的類型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念喜劇嘛 我在大一跟大三 我也去比了很多 電視上舉辦的比賽 跳舞啊 或者是唱歌 或者是去外面試鏡 沒有一個有上 沒有一個有上 所以 最後大四的時候 接半個比賽出現了 然後我就告訴自己說 如果這個比賽 我還沒有得名 那我就放棄這個圈子 因為我可能不適合 那我就發非常多的心力 去比這個比賽 就是我連學校都沒去 就我一定要專心比 然後後來有得名 我覺得 哇 終於可以圓猛 我可以出唱片 但是因為 真的唱片 真的難做 所以 當公司告訴我說 那還是你去當寫星 哦 是哦 因為他覺得我滿有趣的 你要不要試試看綜藝 那 因為其實綜藝不是我本來 想要踏入圈子的 的領域 那我想說 好 因為當時我真的沒有錢了 是 我那時候最慘 一個月五百塊 一個月才五百塊 然後三個月是這樣 三個月 我一天只吃 一餐 就一碗泡麵 一天 那時候是我最慘的時候 對 所以 我很珍惜 就是現在出現的 每一個機會 那 也有一個時期 是因為 在這中間 其實我 我跟 我算是一個 蠻有想法的人 對 所以我很常提出一些 跟當時公司規劃 完全不一樣的 是 就是意見 或是想法 那 當時公司有覺得 怎麼都難搞 就他們幫我規劃的路 可能不是我想走的 因為我沒有想要 用高校來 為生 但他們覺得 我可能是 諧星的 一塊包 對 所以我就說 那我 我其實不太 想要這樣子 那我可不可以 做演戲 或是唱歌 這樣 那當時 就是 公司就覺得 我很難搞嘛 怎麼 怎麼不接受 他們的規劃 所以我被冷凍 那個時期 那個時期 我因為被冷凍 我去當兵 因為我覺得 好像 我停在那邊 也沒事做 那我乾脆把我的兵役 先去當完好了 那我當完一年 剛好 合約也到 那我就 離開了 但結束之後 也有一陣子 是滿低潮的 原因是因為 我沒有公司找我 對我沒有公司找我 所以 那時候 危機意識很強 就是我自己 辦了我自己的頻道 然後開始拍一些 我想拍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 沒有公司 那我也沒有辦法上任何節目 所以我只能 讓自己 可能自己的平台 稍微有人看 或是稍微有怎麼樣的 那漸漸的 才開始 以前找我的節目 開始回來找我 就我就變自己 就是接洽這樣 那你那時候 一個月有幾個頻道 我最頂峰 35個 我自己有 就是記錄這個時期 就是每一台都有我 就是 同時播 對同時播 就是 我已經 跑到 每一個都有我了 就是那個 我是蠻驕傲的 後來 我自己覺得 錄到 可能五六年 我自己也是覺得 好像 平靜 也沒有說平靜 但是好像就是 最棒就是那樣 就 因為我也沒有手上的節目嘛 對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 可以換一個跑道 試試看 哦 然後剛好拉一下 就會找你 對 然後漸漸的好像 我就開始 做了一點取捨 就是我 我開始少 少 少量去上 就是 比較談話解膜 或是比較綜藝類的 對 我希望用一個 全新的形象 出來 這樣 然後那時候去看了很多 網路上的影片 然後就是什麼 國外浪漫的比賽 然後那時候才認真的研究 然後 才漸漸的 發現我好像 思考還蠻清楚的 然後我才 大家才看到我全新的影片 所以 黨人殺 你Focus在這邊 然後舍棄了 其他通告 對 那收入的 懸殊有 很差 很多 剛轉換的時候 蠻懸殊的 就是 就是 幾乎可能 少一個零 這樣 少一個零 但我就自己 告訴自己 好像這邊 網友的回饋 跟聲音 是 我以前 跑這麼多 綜藝通告 是沒有 聽到的 說 哎 小辣 你超 對 我上週當中 不然被發現 我很聰明 這個好像是我 比較想要的 但因為我前面 這幾年 我已經 綜藝通告跑到 大家覺得 我聽你唱歌 就想笑 對 就是已經有這個 聲音出來 所以 我那時候才 懷疑自己說 我是不是 離我的夢想 越來越遠了 我印象比較深 可是我去一個節目 然後 是要蒙面歌手 就是 就是 拉布幕這樣子 然後就是要唱幾句 觀眾覺得好聽 我才可以 走出來 這樣 但是因為當時 那一次 其他都是 可能本來就已經 在唱歌的歌手 那 節目還是要有一個效果 那就先跟我講說 我們等一下會讓你不出來 可是我又覺得 我也是 來宣傳的 我也是領宣傳費 但因為他們就說 但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效果 結果那一集 我真的沒有露臉 然後我錄完 我去後面哭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 就是 我也是歌手啊 所以我 我才 心急我想要轉型的 意願 就不管有沒有成功 我一定要 脫離這件事情 但是你後來轉型到現在 也算是蠻成功的 對 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對 我覺得 也蠻幸運的 我很幸運 遇到就是 老人殺 遇到吳建勤 我覺得 因為有他們 我的能見度更高 所以你跟他們四個人 培養感情的時間 有很久嗎 我覺得我們沒有磨合期 我們就是一拍即合的這種 譬如說好 你可能現在正受到矚目 那可能會說 你真的很激怒 你就會 真的會有一點激怒心 那這個我們五間行的群組是 你很好 很開心耶 因為我後來 跟大家就是比較認識 之後才發現 我們五個人 曾經都是 好過掉下來 或是 一直在下面 然後大家都因為 狼殺載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 很知道是 我們慘的時候有多慘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 互相扶持 加上大家年紀也大了 可能都是高薪豆角的 那個氛圍比較低 那現在30歲算是 崇智希的 今天在感情啊 天啊 我感情真的一頭空耶 應該說 其實一直一路以來 就是 我個人嘛 我個人很prefer就是 我如果今天有 我絕對大方 講出來 就是 因為我很 我很 喜歡跟大家說 欸我真的最近有耶 這樣子 但是真的沒有 五年以上 五七年了 五七年了 我覺得也是 我錄太多 綜藝通道的一些副作用 可能真的有暧昧完之後說 我現在開玩笑耶 就沒了 就沒了 就大家以為 我在開玩笑 就想說 哇 原來我形象這件事情 不只事業上 就連愛情商 大家也覺得我不認真 就是我到底 只有什麼問題 所以 我現在在調整這個狀況 就是 好像 我也不能太這樣了 是 該好好面對了 是 但因為我身邊太多就是 什麼老師就會跟我講說 我的命格 就是 有戀愛沒有失業 有失業沒有戀愛 太多老師這樣跟我講 因為我中間遇到一些就是 我真的一度要 彈了 好 昨天有彈啦 但 我不認為那個是彈 就是 好 三個月好了 但這個彈到最後的結果是 我被騙了錢 就是這三個月 我的 十萬塊就被騙走了 真的啊 就拿到錢之後 這個人消失 那這個我有算彈到嗎 還是 我被詐騙 就是 這七年有遇到一個這樣子的人 你太多了 很壞 那你喜歡的行為 小鮮肉 我才是你媽的 都很OK 我剛好就是外貌 你很外貌喔 我非常 我身邊都罵我說 你憑什麼外貌 哪一類的外貌是你的菜 那一類的外貌是你的菜 我剛好我不任何型 就你只要 臉OK 我的都OK 你要說五間錢 每個都可以 那時候陰藥選 他不外貌 你會怎麼說 他不外貌 臉加個性喔 風澤 因為他私下是很有趣 我會覺得 哇 因為他常常做出一些 他會說 蛤 就會讓我很疊破眼鏡 對 那其他的個性 我都會在我的那個 範圍之內 就是 我們不會落差太遠 但唯獨風澤 會突然來一個 這樣 我就哇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驚喜 就覺得 我很想探究他 那最後有沒有什麼 一個未來的樂標 我希望 拍一部 我自己的 DLG 你有劇本的出行嗎 有出行 對 有出行 那就下次缺一個錢 缺金主 不會是很爽的